珍重明星背后的故事偶尔也做深度分析 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有深度 我是紫云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相声演员 他是当下相声界的扛把子 凭一己之力复兴了中国相声 让相声完死50年 已是将民间传统相声艺术发扬光大的第一人 他就是郭德纲 从被关在商场橱窗里平民无奇的小胖子 到成为相声界一代宗师级的人物 将德云社开变全国 火变全国 郭德纲的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从年少轻狂 耀武扬威 到被嘲笑 落魄凄凉 众叛亲离 这种滋味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郭德纲的故事 在相声界有一句老话 有名的相声演员在北京 有能耐的相声演员在天津 而郭德纲就出生在天津 郭德纲的父亲郭有源 是一名警察 母亲是一位小学老师 郭德纲小时候酷爱曲艺 极其喜欢在俱乐部剧场内 观看戏曲曲曲艺各种演出 七岁学评书 八岁学相声 十五岁时学大古主板书 等等等等 样样拿得出手 自认为长了一身能耐 事实后到北京城一展身手 出人头地了 第一次他十五岁 考上了北京的文工团 他感觉离梦想很近了 渴望成为体制内的相声演员 端上铁饭碗 但在文工团干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一直是个打杂的 端茶倒水搬桌子 根本没有机会登台 无奈他回到了天津 两年后他不甘心 第二次又去了北京 带着一百块找了家小旅馆住下 一天十五块 每天去找之前认识的朋友 希望有人收留他 帮他一把 但是没有人可怜他 四五天后一百块花完了 他只好又回到了天津 到1995年 22岁的郭德纲 第三次来到北京 这回他打定主意不走了 他在郊区租了间八九平米的小平房 一个月一百五十块 除了一张床 连放桌子的地方都没有 没有说相声的机会 他就坐着马扎趴在床上 给人写剧本 收入寒酸 吃不饱饭 郭德纲说 有一回演出结束 差不多凌晨两点了 公交早没了 他也没钱打车 只好走回出租屋 凌晨四点他才走到家 脚上已经磨得全是泡了 郭德纲躺在床上万念俱灰 想到或许当时的相声妾 但凡有一个人将他收入门下 当个马仔 也就不会有后来 轰轰烈烈的德云社了 也就是在郭德纲最艰难的时候 他创办了北京相声大会 就是德云社的前身 这一年郭德纲高满三十岁 他聚集了一伙人在北京郊区租了个破院子 一伙人能在那吃住 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小桌子上吃饭 老公有时甚至要站着吃饭 吃的也简单 经常是馒头和咸菜 条件艰苦 连煤气都没有 大家烧柴或做饭 曹云京当时就负责烧火 那时候是郭德纲最憋屈和最迷茫的时光了 他空有一身本事 却怎么都找不到用武之地 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 有天赋 有努力 有梦想 有执着 万念俱备 只差机遇 但机遇偏偏绕着他走 好像故意一样 郭德纲当时就是这样 很长一段时间里 德云社的演出一直非常惨淡 根本没有办法让演员们吃上饭 为了养德云社 郭德纲什么都干 好不容易 郭德纲接到了安徽台综艺主持这个伙 有2000块的收入 但节目组要他48小时 待在闷着的橱窗里 供大家围观 还要他表演节目给大家看 为了生存 他接了 节目组只提供泡面 他泡了一碗 打开来慢慢吃 来往的路人 像看动物园的猴子一样 看着他 取笑他 自尊被踩在脚下时 羞愤无处遁形 郭德纲对着碗里的泡面 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 人要是能享福 也能受罪 这时 于谦所在的剧团 看上了郭德纲 让他跟着演出 这一演 就是整整两年 两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交线天王 当然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想到 跟郭德纲搭档 会成为他人生最正确的选择 让他摇身一变 成了家喻户晓的相声艺术家 慢慢地 郭德纲有了点小名气 德约社的观众也稍微多了一点 郭德纲在苦熬了十几年后 终于等来了他此生最大的宏运 2004年 校舍大师侯耀文 发现了郭德纲 觉得是块好料 决定收他为徒 郭德纲欣喜若狂 侯耀文 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人 郭德纲终于有师父了 还是个顶级的师父 据说侯耀文决定收郭德纲时 反对声一片 但他力排众议 执意收下郭德纲 他说 郭德纲会的传统相声 要比我们多得多 我们的相声队伍应该扩大 应该团结 要给孩子一碗饭吃 有了侯耀文的加持 郭德纲和德纲社一军突起 很快就火得一塌糊涂 结果在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郭德纲碰上了秘顶之灾 2010年是郭德纲人生最黑暗的一年 各种炸弹像商量好了一样 一起向他扔过来 先生的年1月 郭德纲生日当天 爱图曹云金造反了 他在生日宴上大闹了一场 表示不干了 离开德云社 这在那个行业是非常忤逆的行为 据说郭德纲当时眼睛通红 不是生气 是伤心 当晚郭德纲和于谦在二楼演出 应观众要求 郭德纲唱了京剧 魏杨公选段 这就是郭德纲的魏杨公事件 转眼已经十年了 随后主流相视圈 发起了反三俗运动 矛头直指郭德纲 在之后 北京电视台爆出 郭德纲的别墅侵占公用绿地 而记者上门采访 被郭德纲徒弟殴打 后来郭德纲解释 他的别墅没有违规 徒弟李赫彪也只是推壤了 擅闯他家住宅的记者 并未殴打 但是因为郭德纲那时太红了 性情又乖利 树敌太多 所以人们对他印象普遍不好 很少有人听他说话 一时间官方媒体 民间舆论几乎是一边倾倒的 抨击德纲社 郭德纲的书和音像制品都下架了 德纲社被迫停止所有剧场的演出 深入整改 这是德纲社的黑色八月 四方围剿之下 没人知道他还能不能活下去 在暴风雨猛烈如刀的时候 郭德纲依然死死护住徒弟 一个人把能扛的都扛了 李赫彪至今仍在德纲社说相声 踏踏实实地跟着郭德纲 其实在德纲社和郭德纲发展的历程当中 不得不提两位人物 月云鹏和郭麒麟 因为这两位是德纲社最出色的演员 也是郭德纲最得意的两位爱徒 月云鹏出身寒威 农村孩子以前在饭店做服务员 后来进了德纲社主要工作也是扫地 当所有人都在排斥月云鹏时 让他走时 郭德纲说 就算他只能在后台扫一辈子地 我也不让他走 最大的理由应该就是月云鹏忠诚 听话 郭德纲其实是想告诉他所有的徒弟 在他这里真正会红 会成功的 不是才艺最好的 不是长得帅的 也不是最有头脑的 而是最忠诚 最刻苦 最厚道 最坚韧的 最终在师父的力捧之下 月云鹏 凭借五环之歌和相声 我忍不了名声大震 让大家记住了月云鹏这个名字 第二个是郭麒麟 最近他很火 很多人说起他最多的就是新二代 毕竟他是郭德纲的儿子 但让他真正走红的 是因为郭麒麟出演了《庆韵年》中范思哲这个角色 但让观众记住了郭麒麟这个人设 主要是在他这一年的时间里 郭麒麟从一个将近200磅的小胖子身上剪掉了70磅 这真的是吓坏了所有的人 而在最近几年 郭德纲性情与以往不同了 也许是人生越来越顺遂 身边的笑脸越来越多 曾经极恶如仇的他借鉴平和下来了 从上年张狂不知天高地厚到中年得志 整天让武扬威 到晚年淡薄重归千讯平和 臣服数十年的郭德纲 此时已尽知天命之年 他曾是下雨天没打伞的孩子 一路拼命奔跑 摔跤无数 索性终于跑进了春光里 他从身无分文挤入绝境 熬到了鲜花灼井 烈火烹油 他不是叶成名 是百炼成钢 人说郭德纲未必能拯救相声 但保住一个郭德纲 至少可以让相声晚死五十年 最后希望郭大爷自己 学会忘记2003年的橱窗经历 好好用来享受来之不易的幸福 然后时不时地站在郭英社的台子上 笑咪咪地说一句 我叫郭德纲 说相声的 一个时代一位人物一段传奇 这里是娱乐有深度 我的频道专注于网红明星背后的故事 做最有深度 最有温度 最有价值的人物内容分享频道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感兴趣 那就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期的精彩内容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